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装束特别的熟悉呢 因为我刚刚录完那个一月份的爱用品分享 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记得要点这里哟 然后今天就想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 我在日本药妆店淘到的一些东西 它这个店就只叫日本药妆店 直接了当简单明了 如果你在多伦多的话呢 这个店在Yang和Finch之前就有实体店 然后它最近刚好在那个Downtown又开了一家分店 所以对于我这个住在Downtown 然后又不想出远门的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方便到爆了 所以今天刚好在附近吃饭 就进去逛了一下 东西还挺多的 然后从彩妆护肤到那种 就是吃进去的保养品就都有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今天淘了一些东西 但是不是很多 就基本上是家里用完的 然后就想存货用的一些产品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然后首先就是这一个铝的洗发水 其实这个我不是 怎么说呢 我之前已经在用铝的洗发水了 但是不是这一个系列 我之前用的是这一个 就是黑罐的这一个 这一个也是逐这个是呃就是抗老的 为了就是专门给那个就是干性的头皮来使用的 所以就刚好是符合就是我的头皮状况很干 然后到了冬天都会起那个头皮屑的那种 所以就我之前用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呃护发素还剩下大半瓶 但是这个洗发水就用的只剩下三分之一 还用的比较快 呃因为我一般都会double shampoo 就洗两遍 呃所以就洗发水快要用完了 所以我就去囤了这个 这个刚好是 这个是防脱发的系列 就是增强头发的呃强热度 然后它刚好就是呃两个洗发水 一个护发素就符合我这种用洗发水比较快的人 所以还蛮喜欢这个 那个用完就打算开始开这个用 呃呃哎 对大家可能要问我之前的那个呃 oiling是不是就不用了呢 不是我这个洗发水都会交换使用 就是呃一般这种护发或者就是护肤产品 嗯如果你有很多自己喜欢的建议可以就是一段时间交替使用 这样子的话呃就是你可以让你的身体不要有一种依赖性 呃如果你长期的一直使用一个产品的话 可能到到一定阶段以后它又会失去那个效果 因为你身体已经适应了那个产品的成分 然后就不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了 对这个就是我的小秘诀 对 然后一直做蹲升运动 然后这一个是呃囤货 然后是那个呃这个是Lidus的那个补水面膜 呃因为最近很干嘛 然后呃既长痘然后又脸部又很干 所以保水和那个呃抗痘同时都要做 呃然后就买了这一个 嗯这个是石片妆对 嗯嗯嗯嗯 接下来买了一个液态眼线笔 这个是呃Kiss Me的 呃我其实去的时候是想买Dolly Wink的那个眼线笔 但是它那里面好像没有 呃Kiss Me呢我也挺喜欢这个牌子的 就是他们家睫毛膏呃熔灯我一月份的爱用品 所以我就想用一下他们家的眼线笔 传说一点都不暈 所以就想试一下 嗯 哎呀 最后两样就是另外两个面膜呃比较有意思的面膜 然后一个是日本的 哦我这个人比较少用日本的面膜 因为我觉得呃服贴度不是很好 然后我更喜欢那个呃韩国面膜的纸片剪裁 但是这一个店员非常非常的推荐 所以我就买一片试一下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牌子叫 Laborcare mean shift tightening mask 然后它是一个呃这个叫什么 呃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叫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敷完之后会会印掉的那个面膜 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我就好奇心暴增 然后就买一片回来试一下 看看到底跟别的面膜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在那个日本药妆店讨到的东西 嗯就谢谢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分享啦 然后如果你在那个多很多话就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还不错嗯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哦 然后给我点个赞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